我国的歼20战机目前已经正式公布亮相并小批量式生产了 我们960万国土需要多少架歼20守护我们的领空呢 据美国防务周刊发表文章 成飞可能已经建立了多个歼20战机生产线 最大年产可达到24到36架 中国空军歼20数量可能会超过200架 这将大大加强中国空军的综合能力 中国的这一阶段将用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航空技术和策略 训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等等 这将为随后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技术人员带来井喷的发展速度 战机的小批量生产阶段更多的是交给军队进行评估 找到一些需要改善改造的局部细节 中国歼20第一次小批量生产的架次数量可能会在12到20架 就如中国的歼15飞机 在过去的两年中公共信息显示 也仅仅只生产了大约20架 还不到辽宁号航母的满载要求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国内外许多专家推测 这可能是因为培训歼15的飞行员更慢 中国没有航母舰载机的发展经验 因此必须稳扎稳大 歼20何尝不是如此呢 飞机必须符合国际五代机标准 大部分的技术需要实践中检验 预计这段时间降不低于两年 过去2019年歼20将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据中航工业成都飞机的生产速度 再加上歼20平台的复杂性 预计其年生产数量大约在20至30架 根据计算 到2025年 中国空军大约有160至220架服役 今日军舞视频就到这里 前少军舞每日持续更新 敬请各位关注